正常來說 我們如果要放在 煞氣 比方說我用了化冰氣 化煞氣的铜葫蘆 它是可以 把它呢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 泡在水裡面的 那如果說呢 你不想要泡在水裡面的話 有另外一個方法 那你就是把淨化水準備好 淨化水準備好了 你先把它噴噴噴噴噴 噴到這個葫蘆上面 噴噴噴噴噴上面 完了之後呢 那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一個方法 家裡面如果說有生命桌的話 生命桌有這個香爐嘛 我用香爐的火 代替什麼 天上的日月星三層的火 所以你在這個香爐後 你繞三圈 這個基本的進化就完成了 那當然啊 很多節目都會介紹了 那如果家裡面有生命桌的怎麼辦 你可以去廟裡面的話 你就到廟裡的天公爐 去繞三圈 哎 藉由這個香火的這個衣箱啊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火的形式嘛 人家常說喔 為什麼 剛從監獄裡面出來的人 要過火 因為火它本身就是有一個 非常強大的正能量 對不對 所以呢 那我在不好的地方 剛呆久的身上難免會有晦氣 那我跨過這個火盆的時候 我這個火盆的這個像生的火氣啊 它的旺氣就能夠把我身上的晦氣 給阻擋在外面 哎 我就相當於說 我跨了火盆 我身上的晦氣神 哦 就完全被淨化了 人能夠這樣淨化 那物品 也可以囉 當然並不是叫你 拿著這個這個 抱著這個銅葫蘆去過火盆 這樣很奇怪 人家覺得說 哎 你是從哪裡出來的 為什麼你要抱著銅葫蘆去過火盆 哦 不是啊 不用哦 哦 你就拿著這個銅葫蘆呢 你就繞著香爐 這樣子繞三圈 啊 它就有這個火的淨化能量了